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要来介绍的单元是极限与函数 那么在前面的部分 我们已经介绍了函数可以透过左右极限的方式 来找到它的极限值在某个位置是否存在 那接下来我们回想到数列求极限的部分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当时我们讲了一个方法叫做夹极原理 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数列长得并不会非常容易看出它会往哪里趋近 同样的现象在函数的部分 有些函数的图形 你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观察出 它在某些位置会趋近于哪里 所以我们要把夹极原理的想法再度的使用到 函数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利用GGV的方式将函数的图形 画出来也同时来介绍如何在函数的部分使用夹极原理 各位同学那接下来我们要透过GGV来介绍函数的夹极原理 在前面的课程其实我们介绍过数列的夹极原理 那函数的夹极原理其实跟数列的夹极原理非常的像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说法 有一个PX的函数呢 它如果在X从某一个数开始以后 会介于FS跟GS这两者之间 而且FS这个函数的极限值跟GS这个函数的极限值是相等的 都是α 那被夹在中间的这个PX 它这个函数的极限值也会是α 那目前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老师把PX取成这个函数 那FS分别取为负的S分之3 GS取成X分之3 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函数的状况 我把这个函数值呢 X从1慢慢的带 你们注意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形 那这是GS的图形 它是从上面下来 那这是FS的图形 它从下面上来 那PX呢果然从1开始以后 有没有 它每一个点都介于这个P跟 介于G跟F之间 所以它真的被这两个函数夹在中间 有没有 那它的函数值慢慢的随着S值增加会往0靠近 那FS好像也是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在这个地方极限值是一样的 那PS被他们两个夹在中间 可以确定PS的极限值也会是跟FS跟GS是相同 那这个就是函数的夹极原理 跟我们在前面所讲的数列的夹极原理 其实大同小异 好各位同学 我们刚才已经利用GGV呢 去操作了一些函数的夹极原理的例子 那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些操作让你更清楚夹极原理的想法 其实在函数部分的夹极原理 它跟数列的夹极原理是非常类似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数列部分我们就会说啦 你要找的AN必须要有两个数列 不会把它夹在中间 对不对 那你现在换成了函数 那我们也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发现有三个函数 FG跟H 它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在X等于A附近 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讲函数极限的时候 就是在X趋近于A的时候 不论你从左边还是右边 那如果你发现说G的函数呢 你可以找到两个函数把它夹在中间 第二件事情是 就是这两个函数啊 F跟H 它们在那个A的位置的极限值 会一样 那这样你G不是夹在中间吗 那你的极限值就会跟它们一样 其实这个想法跟我们在数列的地方 所得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想法 那这时候呢 我们想要利用这个夹极原理 来处理一些问题 举例来说 如果你的F 是X乘sin 那这边它特别强调一下 X不等于0 因为这样子会造成 你那个S分之一没有意义嘛 把定义率先说清楚了 那我们现在想问说 你不等于0 对不对 那你很靠近0的时候 你这个函数的极限值 是有还是没有 再跟各位同学提醒一次 基本上极限值和函数值 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所以你看这个题目 它特别特别跟你强调 0不是你的定义率 可是它很故意的想要问 那趋近于0的时候 极限值不知道是多少 好 那首先呢 我们会利用一下Sine函数的特征 那如果S不是0的话 我们非常确定 Sine这个三角函数呢 那个SineS分之1的绝对值 一定是小于1的嘛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再帮它多乘一个X 那反正你SineS分之1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1嘛 你里面再多乘一个S的话 我就小于等于S的绝对值 那这个东西加绝对值 小于等于S绝对值 我们可以两边把它打开嘛 就是绝对值拿掉 表示S乘SineS分之1呢 会小于等于S绝对值 那大于等于S绝对值加负号嘛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很顺利的找到两个东西 把它夹在中间 我找到两个函数把它夹在中间 第二件事情我就要想办法去说 那这两个函数在X很靠近0的时候啊 它们极限值会一样 所以我接下来就在处理这件事哦 那X加绝对值外面有个负号 当你的S非常靠近0的时候 其他的极限值啊 跟X的绝对值 X非常靠近0的时候都一样是0 对不对 那你这样就找到了两个函数 把你的题目想要问的东西夹在中间 而且这两个函数呢 它的极限值又都是0 那这样子利用夹极原理的想法 我们就可以说 X乘SineS分之1的极限值就是0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好接下来呢 我想有一个东西啊 是各位同学在接下来物理的学习里面 会经常使用到的就是 当θ趋近于0的时候 θ分之sin的极限值 很多物理老师会跟你说 哎呀这个角度非常小的时候啊 你就把它当做1来用 sinθ就会逼近于θ 好那这件事情呢 在我们讲完这个夹极原理之后 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夹极原理加以证明 接下来我们将透过GGV的操作呢 让各位同学可以在算式跟图形之间互相搭配 了解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到的 各位同学我们接着呢 要以这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函数的夹极原理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地方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sinθ除以θ 在θ很接近0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会是多少呢 那等一下我们会搭配 搭配右边的这个图形 来观察它的极限值 那大家还记得这个 函数的夹极原理是说 我们要讨论的那个函数 它必须透过两个函数把它夹在中间 而这两个函数呢 它本身极限值要存在 而且要相等 利用这样的想法就可以得到我们 想要算的那个函数的极限值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的这个图 如果说现在我取的这个长度是1 那这个夹角叫做θ 跟S轴的正向夹角是θ 那我以它为原心 那半径是1画了一个圆 那夹角θ画过去的时候 这个A点呢 可以写成cosθsinθ 那A点对应下来的这个B点 垂直投影下来的是B 它是cosθ跟0 那C点的话是10 那我把这个C点垂直的垂直s走 画上去会跟刚才的这个OA 连到的点是1 那这时候因为你这里是1嘛 所以这个高度是tangent 那我要怎么样去制造一个夹极原理呢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sinθ除以θ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的夹极原理的设计 第一个请大家看这个OA C这个扇形的面积 那扇形面积可以用2分之1R平方成夹角θ 那因为现在我们故意把长度选成1 所以这里可以写成2分之1θ 好接着呢 第二个步骤我们来看 诶那中间有一个三小型 对不对 那这个是底层高除以2嘛 那这个底呢就是cos 那这个高呢是sin 所以这块三小型的面积啊 就是2分之1底层高 好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外面的最大块的这一块 那这里是1对不对 好那这个高呢是tangent 啊所以这块大块的呢 它的面积是2分之1 1乘tangent 那我们把tangent换成cos分之sin 那为什么我们要算这三个面积 好我们把顺序倒回来看一下 再给大家一个复习 首先我们是算了这个扇形 后来我们算了里面这个小三小型 又算了外面这个大三小型 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OAB就是里面这个小三小型 它的面积应该比扇形来的小 因为它少了这一块 可是这个扇形又比外面这个三小型少了这一块 所以它又小于这一个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面积关系制造出 OAB是这个条件 好那扇形OAC是这个条件 那三小型OCD是这个条件 那你会发现他们三个人其实都有2分之1 所以老师现在把2分之1都拿掉 得到这个条件 那接着呢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大家都除sinθ 好那就会得到这个 大家除掉sinθ以后是cosθ 那就会变成θ除以sinθ 这边会变cosθ分之1 我是不是得到了一个东西叫做sinθ分之θ 它被cosθ和cosθ分之1夹在中间 所以我已经成功的制造了夹集原理需要的两个函数 一个是cosθ 一个是cosθ分之1 那接着呢如果我要得到题目的θ分之sinθ 我是要把它倒数 所以我就把它两个相顶倒 那你这边是要顶倒 这里也要顶倒 好那夹集原理怎么说呢 你真的把它找了两个函数夹在中间了 接着你要去确认这个函数的极限值是存在的 这个也是而且要相等 好目前θ是趋近于0度 所以我们接着来看 好当θ趋近于0度的时候 好那cosθ分之1跟cosθ 它们的极限值应该都是算得出来的 那夹集原理告诉你说 如果这两个把它夹在中间 对不对 那你极限值也会把它夹在中间嘛 那接着我们去确认啊 那这两个人的极限值是多少 好那θ趋近于0度的时候 cosθ会趋近于1嘛 所以这两个人相处就会变成1 好那这里呢 θ趋近于0度的时候 cosθ就趋近于1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诶 它极限值跟它极限值真的都一样 那利用这个想法就可以说 那被夹在中间的这个 θ分之sinθ 在θ趋近于0度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也会是1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利用夹集原理 可以求出这一个θ分之sinθ 在θ趋近于0度的极限值 会等于1这个结果 好各位同学 我们在刚才的GGV操作之后呢 相信你对于夹集原理应该有更深刻的体会 而且你得到了一个将来你在物理这个学科里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近视值取得的方法 我想夹集原理不论是在数列或函数的部分 都帮助我们可以很快的找到它的极限值是否存在 请各位同学呢要多加留意